天翻夜谈 谈创新 大家好 我是从硅谷回来的谭老师 今天让我们一起聊聊产品创新 到医院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一样 最害怕的是抽血或者是输液 尤其我最害怕的是碰到一个实习医生 找不到血管 在我的胳膊上的时候 使劲地擦来擦去 创新源于问题 有问题在 其实也就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机会 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难 一个小小的设备 就可以赶走大家心里面的噩梦 便携式静脉血管检测成像仪 只需要简简单单 按下一个按钮 你的皮肤 你皮肤下面的血管 就会像投影仪 投射在上面一样 显现出来 血管浮现在你的皮肤上面 大提高了医生的首次的 穿刺成功率 其实这个设备的技术也不复杂 无非就是红外线投射到你的皮肤上 当然为了保护你的皮肤和你的眼睛不会受到伤害 这里使用的是一种叫做静红外线官 静红外线官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而且它在检测样品的时候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前处理 还可以穿透玻璃和塑料 而且由于它不会伤害到被检测物体 它还经常可以被用来检测水果和蔬菜 所以以后大妈们去超市买水果和蔬菜 就不用再捏来捏去或者敲一敲西瓜听声音了 关注我 让我们一起辽创新 一起做出好产品